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 今天我们的节目中来了一位外地的女嘉宾 那是来自非常漂亮的蒙古大草原 我们的女嘉宾特别有来头 她是郑黄旗 放在一起那可是格格 今天这个格格的性格可不宜吧 特别的好爽 喜欢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虽然我们格格的性格很开朗 但是却喜欢啪耳朵的重庆男生 老实说我真为今天男嘉宾捏了一把汗 他能不能够hold住今天的这位格格呢 来 话不多说 这个时间先请出本期的女嘉宾 来 音乐起 给格格格请安 格格吉祥 平身 本期交友女嘉宾 姓名李灿燃 年龄28岁 身高1米60 职业 公司职员 月收入5000元左右 欢迎状况 未婚 我是李灿燃 今年28岁 身高1米6 我来自内蒙古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我现在呢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 我的收入是在5000左右 我是在这里读的大学 然后从此就爱上了重庆这座城市 我就决定在这边定居 在这里待了有六年了 你放心 我听得懂重庆话 我回家重庆话 听说重庆男娃儿是爬耳朵 所以我都过来找一个 重庆爬耳朵 马爷回去 我之前呢 是有一段感情经历 是和我们公司的同事 当然啦 他又高又帅 当时就是我们 在一起上班马时间久了 就日久生情了 之前两个人还就是 互相看手机都 没有关系的 后来突然有一天 就发现他 频繁地发消息 而且还发消息 看着手机还傻笑 后面我就去拿他手机看 发现他还加了密码 就是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吧 最终还是被我发现了 这种事情我肯定是受不了的 已经越了底线了 所以我就果断选择分手了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身高 是在一米七五左右吧 首先一定要有房子 有房子之后才可以 有没有车子都无所谓了 两个人可以一起努力 去买房买车子 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 二有住房可以共同奋斗 女嘉宾个性开朗 希望找个性格脾气 很好的另一半 今天的男嘉宾能符合吗 大家好 我是李林乔 今年三十五岁 身高一米七八 然后目前我在重庆 从事劳务中介工作 现在是月收入 大概在一万块钱左右 我曾经在韩国有一段婚姻 然后是韩国的妻子 然后我们在一起了五年 然后后来因为 两个人的性格不合 然后两个人的观念不同 然后和平地离婚了 本期交友男嘉宾 姓名李林乔 年龄35岁 身高一米七八 职业旅游务工中介 婚姻证谎 离异 月收入一万元左右 我目前从事的是 劳务中介工作 然后主要是帮国内的客户 办理一些出国的签证 然后包括一些留学的 方面的一些证件 我现在因为之前 一直在韩国做 做了将近有十年了 我这个工作室是今年 六月份刚成立的 因为我做了很多年 然后我的客户也比较多 然后我相信在未来的工作中 我的工作是越来越好 然后生活也越来越好 我想找的另一半 就是要什么样呢 就是说比较稍微传统型的 贤惠 顾佳 我不喜欢那种去夜场 去酒吧抽烟喝酒的女孩 我希望对方的性格 能够给我一样开朗活泼 这种类型的 因为现在很多女孩 都要求男方先买房 然后再结婚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不要这么的物质 然后买房的话 我们会在后面慢慢商量 一起共同去买 男嘉宾择武要求 一 传统 贤惠 开朗活泼 二 不喜欢抽烟喝酒的女生 男嘉宾身高1米7 8 个性开朗 脾气好 是女嘉宾所想要寻找的类型 而女嘉宾生活习惯良好 无恶习 也是男嘉宾青睐的类型 唯一就是男嘉宾 目前没有住房 这会成为两人相亲的阻碍吗 旁边这位呢 就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们的李先生啊 一见面 我就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为什么今天来相亲 鞋是鸳鸯鞋 是故意的吗 是 我昨天看到那个 抖音上面有人穿这样穿 然后我也想试试 你是觉得这样的打败 是很时尚 很潮 对 对 对 我对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觉得只要自己觉得 没关系就无所谓 但是今天就是来相亲 你不建议女嘉宾会觉得 这个行为可能不太适合 今天的这个场合吗 但是我只是想 把我真实的一面展示给她 接下来就要到真正的见面了 会不会有期待 有点期待 有点期待啊 一来就先有考验 女嘉宾说了 一会儿人会给 对 会有考验 需要你去猜一猜 它来自于哪个城市 哇 这有点困难嘛 中国那么大 肯定是会给到你一些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提示吧 那可以 但是我跟你说 她可说了 如果没有猜到是要惩罚的 Oh no 行 为了爱情奋斗 加油吧 好 那我们先去见见她 好的 马上就要见面了 男嘉宾能够通过 女嘉宾的考验吗 如果不成功 男嘉宾又会面对 怎样的惩罚呢 好 来 前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能看到吗 看到了 先跟我描述一下 你觉得背影看起来怎么样 背景看起来像我们重庆的女孩 像重庆女孩 对 小巧玲珑可爱 小巧玲珑可爱型 那对于今天她的这个穿着打扮呢 你觉得是你喜欢的风格吗 我觉得还是挺像传统型的那种 挺像传统型的 不像挺开放那种的 你看也是有袖子的 长裙是吧 还戴领子 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感觉 对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 现在看背影给你留下来 第一印象是非常好的 挺好的 是吗 那行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女嘉宾就要开始考验了 好帅喔 蓝蓝的天空 轻轻的湖水 这是我的家 我的家 听到了 听到了 我爱你 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天堂 你有没有感觉听你嘉宾的歌声啊 就能听出你啊 明明应该是一个性格真的比较开朗 像豪奉的豪爽的一个女生 听出来了但不像重新女孩 不像重新女孩啊 对 声音不像 声音的 重新女孩还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吗 我觉得它的声音应该是少数民族的 通过这首歌有没有猜出它是哪个地方的 应该是这种歌的话应该是少数民族的歌 应该是青海那边的 青海那边的 那我刚才听答案是错的 错的 但是呢 范围很靠近了 但是答案是错的 对 你可以沿着那个方向再去想一想 这样啊 你还有两次机会 第一次唱歌的机会你已经浪费掉了 女嘉宾 麻烦 第二次机会请给男嘉宾 就是来跳一支舞 看一下可不可以猜到 新疆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吗 藏族的 错 又错了 你这真的是很接近 反正就是那个大方向的 你就继续朝那个方向去想一想 但没有办法 第二次机会你又浪费了 来 女嘉宾 现在的男嘉宾需要开启第三次机会 我可以过来吗 当然可以 好 那个 来 我们打过来看一下 一粒牛奶 你好好拿着 看一看 上面一定有提示 真的已经帮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如果你这个还猜不出来 零五 对 猜对了没 对了 你怎么猜猜出来 但是男嘉宾还是用了三次的机会 满意吗 不满意 不满意 那怎么办呢 惩罚 做惩罚 好 选吗 要唱歌还是跳舞 唱歌 跳舞 但是我跳舞不好看呢 你跟着学呀 有老师教呀 行不行 好 互动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对男嘉宾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他 好看啊 为什么 我都给了他两次机会 他都猜不出来 但是 最后转过身来 我一看他的 首先外形嘛 确实是 符合我的审美的 个子也还算高嘛 外形还是过得去的 虽然猜了三次 男嘉宾才猜出 女嘉宾来自哪个地方 让女嘉宾有些失望 但在看到男嘉宾的外形后 女嘉宾又重新燃起了好感 接下来 两人的互动 能否让这种好感持续升温呢 就这样 这样 这样 就这样 不 三个动作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再这样 跳完嘛 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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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 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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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样 这样嘛 简单一点 就这样 然后再跨过来蹲下 先站着后蹲 然后再 前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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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的 可以 不 这样这样你看我的手 啊 好 你来一遍吧 啊 啊 啊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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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二二三 四 三二三 好了好了 太难为男嘉宾了 怎么样 感觉如何 来我们上过去 嗯 感觉 就是 虽然说舞姿不是很好 但是男嘉宾的性格很好 放得开 他的态度还是挺端正的 就是啊 他跟我学 学跳舞嘛 就是还是比较认真的 虽然说跳的不是很好 换成有的男生 他就不愿意去学 总体来说就是 还是可以的 啊 其实我今天对女生 女嘉宾挺满意的 然后女嘉宾嘛 娇笑玲珑琴 然后就非常可爱的 然后当她转身的那一刻 啊 我看到女女生呢 就是样子之后 啊 眼睛挺大的 然后挺可爱的 如果说给女生打分 打一百分的话 我觉得应该能打到八十九分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给男嘉宾打八分 今天户外天气真的很热 我看你衣服也湿透 女嘉宾脸上也都是汗 所以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这样嘛 反正都来到我这里了 然后一会去我那个工作室 坐一坐 去空调去吧 就在上面 你觉得怎么样 去看一看 好热 确实我也想去空调 行吧 那我们走 初次见面过后 两人对彼此印象都很不错 男嘉宾也是热情地 邀请女嘉宾 到自己店里去坐一坐 她们之间的感情 是会持续攀升 还是会遭遇阻碍呢 走 走 你的这个 巧蜜很粉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的那个logo 是粉色的加蓝色的 然后呢粉色的话 就是说代表 因为我们做的有一些 国际婚恋的业务 婚恋嘛 有粉色比较好看嘛 然后呢我们又做一些 其他的留学呀 然后工作的话 然后就代表蓝色 男生嘛 可以说男女生搭配这种意思 对 我看你这上面 你看还有你的照片 这些是个啥呀 这个是我刚去韩国的时候 坐在农场里面工作 农场然后饭店里面这是 这是其他的一些人 然后在工地上工作的 你这个门店租金多少钱 一个月1200 然后加上管理 1200吗 这么便宜 对 然后房东比较好 给它优惠 然后呢再加上物业费加起来 将近一个月1500 1500 有压力吗 对 我觉得没什么压力的 没有什么压力是吧 这些照片 是我在韩国工作的 我们办公室的 像朋友在办公室 以前在韩国从事什么行业 也是从事的劳务中介 那像你这样的话 一个月能够接到几笔业务 现在的话 因为我是从六月份才成立的 然后现在的话接到了 六月份 那才一个月 对 现在的话有大单和小单 加起来大概有三到五个 三到五个 那是可以 一个月就三到五笔的收入 对 但是三到五单里面也有小单 小单的话也有几百块钱的 几百块钱 几百的也有 那大单是多少呢 大单有的是在一万多以上 一万多以上 对 你刚才说是几大几小 这个商业机遇 我在摸底 我在帮你摸底 听到了吗 我在帮你探听他的收入 多少钱了 但是我觉得收入的话 还是可以的 比较稳定的 比较稳定的 对 你见了以后是看到男嘉宾的 这个工作室 对 你感觉怎么样 很简约 简约分 简约分 是觉得 还行吧 没什么特别 你觉得那个蓝跟粉的搭配时尚吗 时尚 不时尚 不时尚 那你觉得他的鞋的搭配方是时尚吗 你没有注意到吗 我注意到了 你注意到了 我注意到了 我以为你还没注意到 我看你都没提 我只知道是同款的鞋 不同的颜色 但是我没见过这种不同款的鞋 确实特别的 挺特别的 你能够接受这样的穿搭方式吗 中等吧 就不排斥 但是可能也没有觉得特别好看 是不是 那我想问 如果说是你的男朋友 出门要这样穿搭 你能够接受吗 其实我可以接受的 就只是说 他随意嘛 他开心就好 穿得舒服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些无所谓 好吧 那我们来都来了 好 是要不要请女嘉宾坐下来 你们两个聊会儿天 可以可以 可以 然后深入了解一下 来 你不喜欢哪样类型的女生 我觉得啊 女生的话 就是说 像抽烟喝酒的话 我觉得不是太喜欢 但是偶尔抽一下 就是说偶尔喝一点可以 但是如果经常喝酒 抽烟那种 我觉得受不了 不但就说 对就是我受不了 孩子的话将来 孩子的话 也不太喜欢这样的 对整个家庭都不好 这样的 因为你也知道 我是内蒙的嘛 然后我 我们家那边就是 大口吃又大口喝酒的那种 然后我可能就是会 就是要喝点酒 但是不会说是 抽烟 天天喝 然后也不会说喝的 就是烂醉的那样 我呢就是不抽烟嘛 那除了抽烟喝酒呢 我觉得 其他方面的话 都还能接受 特别是如果说 如果说是传统型的话 是更好的 我觉得传统 传统女性的话 我是可能特别喜欢 你觉得传统是哪些地方 传统的话 比如说 相互交子型的呀 比如说贤惠的 然后这这这种类型的 你喜欢贤惠类型的 对 然后我自己呢 因为我毕竟我是独生子女嘛 嗯 我自己在家里 从小到大 肯定就有一点点的 宠 宠 就是家里人特别的宠爱 溺爱了嘛 肯定做家务这方面 我不是特别的擅长 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家务的话 就是说不一定 非得是女生做的 有时候男生也可以做的 嗯 而且我也比较爱收拾 那你说的传统型的 具体是哪一点 我看啊 我能不能做到 传统型的就是说不爱 不要经常出去玩 比如说去低巴酒吧这样的 不顾家的那种 不顾家啊 经常把孩子丢到屋里 或者把老公丢到屋里 自己出去玩 我觉得那种的话 我就说有点接受不了 那我就像现在酒吧 就以前可能 还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去吧 现在可能 我自认为年纪大了嘛 都不怎么去那些地方玩 还好 我现在比较喜欢在家宅一场 对 我就喜欢这样 女嘉宾的回答 让男嘉宾十分满意 对她的好感也是展露无遗 但女嘉宾在节目最开始 曾表示 希望男方能够有自够住房 首先一定要有房子 一定要有房子 对于这一点 男嘉宾是否还会选择妥协呢 就是我也说你二十八岁了 男朋友就说我想就说 假如说我们相亲成功了 然后我想听一下你的未来的 有什么打算 或者计划 你这边房子的是什么情况 就是有没有买房子 现在的话 因为我刚回来创业嘛 因为很多钱都投资在创业中了 然后呢 因为现在的话 就说手里也没有太多的钱 然后呢 我本身给自己计划的是在这五年内 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然后呢 因为现在的话 业务量还不是很高现在 然后就说想在未来的三年嘛 现在就说在边做边看 如果说在这之中的话 如果说能赚到更多的钱 我也可以提前 然后把房子买了 然后不知道 你就是 这个确实我没想到 你是这种情况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跟一个人相处不能说是 就因为没有房子 他后面 只要他努力 他是个上进 有上进心的人 后面可以就是说 一起努力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话说回来 确实我也不小了嘛 28了 我父母那边肯定也 家长肯定都是想要求有房子嘛 只是因为这是生活的 最基本基础的问题 对吧 我这边可能是 暂时没有买房的计划 因为我想在这三年中 就说先 如果说生意好的话 客户稳定的话 先赚一笔钱 然后再把我的工资 再做大做强做 就是整的再好一点 然后呢 等这三年过后的话 然后呢 再赚到钱的话 然后再打算买房子 那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 我父母肯定是接受不了 因为他肯定不会同意 我先结婚后买房的 但是你可以跟他说 我们现在 我现在在创业中 然后我们可以先租一套房子 然后先住着 哎 我觉得有点难哎 这个 就是因为我是外地人嘛 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重庆这个城市 我就是要在这边进居的 首先就是房子这个问题 我肯定希望我的另一半 是有房子的嘛 嗯 那个什么 因为毕竟我是 大老远的在这边嘛 是一个人嘛 父母也不在身边 然后 如果结婚的话 再选择 一个没有房子的 然后还要租房子的 肯定 这个不行 我接受不了 我父母也接受不了 对 这个这个我也理解 现在 其实吧 我觉得 我不是说 没有能力去买房 但是有能力买房 但是我觉得 男人嘛 应该以事业为主 然后呢 我也是想先把事业做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买 属于自己的房子 其实 买房子 无非是住而已 但是我们租个房子 也是一样的呀 现在这个年代嘛 以后你说 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都说不准 但是父母这边 他就觉得 这个很重要 有个房子比较稳定 对 是 我家里面思想 还是比较传统的嘛 因为我又是独生子女嘛 家里面都比较宠 所以 他们肯定 不愿意 不同意 我找一个没有房子的 我不在乎房子有多大 但是至少要有一个家嘛 有一个住的地方 还是很重要的 其实女嘉宾刚开始说 非要先买房 然后再结婚 我觉得感情 不应该参加太多 这种物质性的东西 我觉得爱情本身 就是非常纯洁的 越简单越好 然后女嘉宾 刚开始这种坚持呢 让我刚开始有点不高兴 房子的问题 让两人的谈话陷入了僵局 见此情况 特派员也是赶忙出现 将两人邀请出来 看能否为他们化解矛盾 刚才听你们两个聊天 其实大部分是比较顺利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矛盾点 我就想来当场解决 我问一下女嘉宾 关于房子的问题 真的是不可以调节 不可以接受的吗 一定要买了房才能结婚吗 是这样的 其实刚才有几句话我没有讲 就是我其实在重庆这边 是有一个小房子的 你是有房子的 对 就是很小 特别小 三十多平嘛 只能够我自己一个人住 就是那种公寓楼单身配套的那种 对 对 那房子在哪呢 就在担子室那边 当时女嘉宾说她有房 然后这个时候我才能理解她 要求另一半有房 毕竟她有 她要求另一半有 也是非常的正常的 那既然你都已经有房子了 那为什么就是 对于房子的这个要求 还这么的高 因为毕竟那房子小的嘛 只能够住一个人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 也不够住 将来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的话 那总归还是要买了房子 对 总归要买房子 不可能只住我那个小房子 那假设说啊 在你们两个相处交往的前期 就先暂时住你家 这样不行吗 或者在你们还没有孩子之前 可以先住你们家 这样不行吗 这样 我父母也不会同意 你父母也不会同意 对 我父母主要 我父母也不会同意 你自己同不同意 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我自己肯定也不能接受嘛 因为本来我自己都有房子了 我的另一半不可能 就是还要跟我一起住 越活越差嘛 这种也不好我觉得 那我要问一下男嘉宾了 因为你刚刚呢 我们也是才知道女嘉宾 越南还有一套 就是比较小的住房 那对于你来说 买房大概几年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当下目前 是不是连首付的钱 真的都是拿不出来的 也不是这样说的 其实现在买房的话 也可以拿得出来 只是说我想给自己计划了一下 然后呢我现在的钱 大部分都投入到我这个工作室了 然后呢我想用这三年的时间呢 然后赚到的钱 然后不想挪得到其他地方 我想继续做我这个工作 然后把我这个工作室搞大一点 因为现在我这个业务还可以 然后想搞大一点 然后呢再慢慢的存钱买房子 那像刚才我们女嘉宾提到 她说她那个房子嘛对吧 就是比较小 但是呢其实也是能够住人的 你会介意前妻住到女生的家里吗 那个我倒不介意 我觉得小反而温馨 会不会有感觉像寄人篱下的感觉 因为其实女嘉宾跟她的家里边 都是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事情的 为了以后有更好的生活 然后是有一些这种感觉 我觉得也可以去克服 对于特派员提出的第一个调解方案 男嘉宾表示能够接受 那么女嘉宾呢 她的态度又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这个人是你爱的人 真的是一个大帅哥 你都会介意她暂时的 在你那个地方跟你住个两三年的时间吗 介意啊 不管她是王毅博还是什么 易阳前夕我都介意 为什么呢 因为不感觉乖乖的嘛 她男生一个大男生住我屋里 我宁愿跟她租房子住 我也不愿意她去我家 你现在还是有房贷吗 有呀 有 那如果未来你们两个共同协商 房贷她能帮你出一部分 这个情况你建议吗 你能不能够接受 建议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她帮你还房贷也都接受不了 特派员提出的第一个调解方案被女嘉宾否定之后 又提出了第二个调解方案 但女嘉宾态度依然坚决 表示不能接受 面对女嘉宾如此坚定的态度 男嘉宾又会是怎样的看法呢 你有看到啊 女嘉宾的态度说实话还是挺坚决的 对 你现在怎么想 我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去租个房子住 然后先住嘛 但是总不能因为 房子的原因 拆散我们两个吧 哦 如果租房子 你的面积有要求吗 要大一点吧 多大 不能低于六十平吧 不能低于六十平 对 这六十平也不是特别大 可能就是属于你们 两个人生活是够的 但未来有了孩子也是不够的 对就是租房子嘛 可以小一点 就是说不能低于六十平 那如果要是以后有了孩子 买房呢 对 一百平 一百平 对 三十一厅的那种是吧 对 一家三口刚好够 对 好 那你觉得女生的这个要求 能够接受吗 我觉得租个房子的话 六十平的话也可以 基本上两房一厅的话 应该可以接受的 然后买的话 房子一百平台左右的话 也可以 也是都可以 对 对 其实到现在这里呢 其实矛盾基本上 算是解决了 因为那可能方案就是 你们可以租个房子 对不对 然后你也是接受这个方案的 然后女嘉宾也是接受的 其实呢我特别想要跟你说啊 包括以及跟我们电视前的一些年轻的女孩说 因为现在呢大家创业真的挺不容易的 出来做事情 我觉得只要你是努力的对不对 然后呢过程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也许创业不一定会有收获 但是我觉得在创业过程当中 我们这经历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相逢于落难时 那有时候我就会想 当她还在低谷的时候 当她还在努力爬坡的时候 当她还在创业特别艰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个女生 哎 站出来拉了你一把 给了你一个鼓励 那我相信未来如果哪一天 她要是创业成功了 那个时候她一定是会很感激你的 而且呢 那个时候你在家里边 我觉得是会能够换到更多 她对于你的尊重的 后来她说她也能接受书房住 然后我对她的好感度也有所改变了 我希望就是说我的另一半就是以事业为重 就是可以在外面打拼 我可以做她的闲内住 但是要首先前提就是她要足够的优秀才可以 如果她在前期让我看到了她的努力 让我看到了她的实力 我也愿意前期陪她去吃苦 经过特派员一番努力 男女嘉宾终于在住房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好感度也回升了不少 这两人之间主要的矛盾解决了 但其实在之前的相亲过程中 女嘉宾还有一个非常不满意的地方 今天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去她工作室 她明明知道我们几个人要进去她的工作室参观 她都没有准备水 而且我还都中途暗示了她好几次 我感觉好渴呀 不好意思 我忘了准备水了 你这里不是搞接待的吗 平时为什么不准备一些茶水饮料 我那有引许机我马上给你烧 这么热的天 你给我喝热水 女孩子要多喝点热水比较好的一些 这句话我真的听到耳朵都烂了 耳朵根子都烂了 这个天气这么热 我不要喝热水 空瓢炊热了 她还说要给我烧开水喝 我天 这么热的天 喝开水 房子的问题是解决了 接下来我得批评一下你了 今天外面天气有多热你说一说 户外天气地表温度肯定有40度了吧 对吧 我们坐在这个里边都是满头大汗 我身都湿了 但是女嘉宾刚才说口渴的时候 你居然只有开水 因为平时来我这边办事的很多都是一些男士 然后他们就说也喜欢喝这个开水茶的 喝点茶 对对对 泡点茶给他们喝 所以说没有那么多讲究 这是我的疏忽 我现在去买去 哪儿买 远不远 我知道这旁边有一个奶茶店非常好的 你要不要兴奋一下女生想喝什么 你想喝什么样的 人家买回来的又别人不满意是不是 是 对呀 你想喝什么样的 就奶茶嘛 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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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那你快去吧 好了 那我走了啊 拜拜 男嘉宾现在不是给你买奶茶去了吗 你觉得男嘉宾的态度怎么样 态度还是可以嘛 算是说刚才确实他有点迟 然后说去买他就去买了 嗯 那你会不会建议今天你来的时候 他都没有给你准备一个 就是可以马上入口的水 有一点点吧 多少还是觉得 这男的想的不是很周到 那他现在去弥补的话 能够挽回你对他爱这印象分呢 可以嘛 也并不是说就是 就因为这一个小过失 后面如果可以相处的话 后面慢慢再去发现 其他的一些好的地方嘛 来了 哟 回来了 还是挺快的吧 谢谢男嘉宾 男嘉宾开窍了 可以 你看 吸管都给你插好了已经 就是亲手插的 还是跟服务员插的 我插的 不错不错 这小细节挺交分的 嗯 怎么样 好喝 满满的都是男嘉宾的 用心 对 请你在里面是不是 嗯 男嘉宾最后亡羊补老马 就是又去买了一杯奶茶 嗯 我觉得 虽然说她之前 没有准备的很周到嘛 但是 她 说了她就立马去做 那她还是蛮心细的嘛 虽然之前有所疏忽 但男嘉宾用实际行动 弥补了之前的粗心 女嘉宾也是喜笑颜开 对男嘉宾重拾了好感 好 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今天快问快答的环节了 是希望你们两个人都需要去回答的问题 这个 好 我来看一下啊 家庭爱情工作 在你们心目中的排序是怎么样的 男嘉宾先来吧 嗯 我觉得的话 家庭的话要排在第一位 嗯 不管是有钱没钱的话 我觉得跟家人在一起是最幸福的 嗯 然后第二个是爱情 嗯 嗯 然后在我的观景中我觉得爱情是很纯洁的 嗯 它不没有任何的物质性的 嗯 我觉得爱情可以排在第二 嗯 然后事业再排第三 女嘉宾呢 我是家庭第一位嘛 其次就是事业 事业 嗯 第二位 然后最后才是爱情 哦 你为什么把事业排在第二位 没有事业哪来的爱情 哦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啊 第一个都是家庭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好像你们似乎发生了有点点小小的一个分歧 因为你是把事业 嗯 排在了爱情的前面 而你是觉得爱情很纯真 嗯 然后呢 然后你是排在了事业的前面 对的 那对于女嘉宾刚才那个说法 你是怎么看的 然后她说了 那没有工作 你哪个的爱情呢 就没有面包 怎么会有爱情呢 嗯 但是呢 有了面包以后呢 爱情不一定就有了 也有可能就是遇不到曾经那个 人了 嗯 然后可能错失过 就会错失过曾经爱的那个人 或者是爱你的那个人 嗯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遗憾 我在生命中我不想错过 我宁可不吃面包 我也要拥有爱情 男嘉宾竟然把创业事业排到了最后一位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尤其是他在创业初期很难的嘛 肯定是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在里面的 这个我妈妈没有想到 你听过一句话吗 中国的骨牌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有没有想过 你可能拥有一份特别美好的爱情 但是由于可能你们的经济上面 就是相对差一些 然后呢 后后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因为我们的生活确实也是需要有经济在里面的 这个我也曾想过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全部都是这样的 也有 就说 就概率在里面 对对对 万一你的不是那样 对对对就是 我就想看看能不能重 就是有堵的运气在里面了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男嘉宾还是有一点恋爱脑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很现实很残酷的 有的夫妻就是他有过了很多年 最后就因为生活中的一些柴米油盐嘛 最后两个人就是分开了 没有在一起也有很多 所以说我觉得事业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 就是必须要独立自己也要独立 不能完全就是依赖男生男性嘛 因为未来有很多事情 大家谁都预测不到 婚姻呀生活呀孩子呀都是现实的 没有办法风花雪月 如果女人在婚前不考虑好这些 那吃亏的只是自己 但是怎么说呢 虽然我有过一段婚姻 但是我前一段婚姻我觉得也是挺 就是我们是我觉得在我和他之间 我们爱情是第一的 其实事业方面的话都不重要 就是既然有爱情为什么还要离婚呢 那是因为两个人的观念不同 然后才离婚 而且我们离婚之后我们还是朋友 所以说我们的心态还是比较好的 不像有些地方离婚之后就是仇人了 所以你看我们又回过到刚才我提出那一个话题 我有去跟他聊 我说你可能你喜欢的人 不一定适合跟你在一起生活 因为你们可能观念会有不合 三观会有不合 对的 对的 因为婚姻跟爱情 或者跟你单纯的恋爱 它确实是有本质上面的一个差别的 是的 那你既然已经经历过一段这样的感情 我们最后可能是因为性格不合 分到扬镳了 对 那你还会希望再去经历一次吗 就是你如果你再次择偶 或者再次走入婚姻殿堂 难道不会去避开之前 你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吗 其实我曾经想过 我也看过很多案例 但是我始终相信真爱是有的 虽然我到现在还没遇见过 但是我相信 你的前妻不是真爱吗 前妻也是 你指的真爱是什么 真爱可能就是说 一直走下去的那个人 可能前妻也有真爱 只是她是我在我人生中的一段过客 是不是 一段过客 对 但我相信真爱还在后面等着 其实我这样说 只是想告诉她 我不会因为事业而忽视了对她的感情 爱情和那个事业在我的思想当中都是很重要的 我都要去努力的 在爱情和事业上的排去 男女嘉宾产生了分歧 这是否会影响两人最终的选择呢 她们今天还能牵手成功吗 那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今天要做出选择的一个时间了 其实我也相信你们相处大半天时间对彼此也有一定的了解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现在你们两个心目当中有没有自己的答案了 我已经想好了 嗯 是什么 然后就是 哦 钥匙 哪钥匙是 这是我工作室的钥匙 嗯 然后呢就是说我想对女嘉宾说 嗯 然后虽然我现在没有房 然后没有钱买房 但是呢我想就是说 嗯 就是把钥匙交给她 就是让她在这三年内 就是随时可以过来观察我 就是监督我 我会努力 让我们以后在重庆有一个家 啊 大部分担心的朋友都难以解除自己全职之外的一些 不过这些问题不用担心 来我们翻游戏就可以为力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承诺连个按照大家的自由要求提供相亲对象 并提供全程的一对一的相亲指导 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我们翻游戏相亲找对象吧 凡人游戏婚恋服务中心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 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注资体验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 为批会员拨打8805 8805还可获专业红娘的一对一相亲服务 精准定位你的爱情 在重庆多单就选凡人游戏 幸福就在这等你 倒计时3 2 1 女嘉宾请坐选择 恭喜恭喜来稍微站近一点吧好不好 你好 我就不知道你们两个中间了这个时候 还是要恭喜二位今天牵手成功 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大截局 我特别想问女嘉宾 为什么在最后你会接过这把钥匙 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想接受的 接受男嘉宾的 但是我看到男嘉宾把钥匙拿出来那一刻 真的是让我挺吃惊的 她还说让我去监督她 我觉得她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挺真诚的 所以我想给她一次机会嘛 也是给我们彼此的一个机会 那我也希望呢 你们两个未来啊 通过共同的一个打拼 能够在重庆买房子安家 那这是对你们一个美好的祝福好吗 要再一次恭喜我们的男女嘉宾了 那如果说电视机前 也希望能够像我们嘉宾一样 在我们的节目中 请找到有约有的拨打电话 8805 8805 或者到我们发现有请 现价婚恋服务中心 第一个是龙湖新一城的二楼 现场bomb都是可以的 那节目最后呢 把我们的口号喊出来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反而有一起 我们等您